富有云南风情的时装大秀即将开始 各位屏住呼吸 拭目以待 现场频频说起的孔雀公主杨丽萍 到底和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关系 这是八月份的时候 然后给杨老师设计了一个短袖 然后有两粒盘扣 这个料子非常地舒服 纯棉的 如果说你参加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 只需要搭一些饰品 比如说这个腰带 这既是一个腰带 然后又是一个腰包 它可以往里放手机 这个上衣的几何图案特别漂亮 挑战大变活人 这位嘉宾莫菲是位魔术师 多重身份 职业成迷 他究竟是谁 他究竟还遭遇过什么 就是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团队 骗局团队我认为 他拿着大概是有将近60公分的 这样的一个很专业的图纸 这么高的一个图纸 然后来给你去谈这种商业合作 后来就是需要去验证你有没有实力 去做这件事 就是说他需要有一个保证金 所以在这中间的时候就给了他300万 300万的保证金 最后就是过了一个月之后 这个项目就是一片平地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本期节目 百变设计师 孙格格 平凡世界 非凡人生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南卫视 大型励志故事分享栏目 了不起的你 我是主持人黄凡 赵丽呢 我们的节目开场是介绍 我们的观察团的老师 但是他们不在座位上 因为今天他们将以一种 非常特别的方式隆重登场 大家睁大眼睛 仔细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掌声 热烈有请我们隆重登场的 观察团老师 掌声欢迎 新郎新娘登场 好 有请第二组 这 走 走哪儿去 好 最后一位 大理老师 王涅驾到 好 哎呀 好 哎呀 好 好 好味 British 监察 Logo jud 观察员们 身着富有民族色彩的华丽服装隆重登场 让人眼前一亮 这些结合了民族与时尚元素的服装 可都出自今天嘉宾之手 让我们请出这位服装设计师 好有感觉啊 好 欢迎孙老师 来 先给我们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 你好 我是郑黄奇爱心角落满足 服装设计师孙格格 孙格格 孙格格是您的名字 前面那些前缀是您的身份 是的 所以您这有满足的血统啊 是的 各位说出来 说实话 格格老师设计的这些衣服 你们穿着觉得帅 漂亮吗 特提气 漂亮 你谁见过好雷这么直溜着走的 是不是 对 今天的 而且超显身材有没有 对 倒三角 我原来讲实话 我对自己的身材不是很满意 但这身衣服也确实真的很修身材 他这套衣服有什么讲究吗 这套衣服是中间那个脸谱 是那个大黄蜂 哦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我选它的 这是中西结合对吧 对 所以我选它的原因 所以我选它的原因 那个变形金刚不是很火吗 对对对对 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个大黄蜂 所以就拿那个脸谱做了一个 太酷了 这种结合很大的啊 对 特别东西 发跃的 其实看 这是一个龙的图腾 对对对 然后这边是一个变形金刚的一个图腾 特别是婉莹穿这一身 我觉得特别热 特别好看 所以这个衣服真的特别好看 这个图案是 就是云南的这个仙鹤的图案 然后仙鹤是代表着吉祥啊 平安 这个袖子呢 是咱们其实 汉文化的一些元素在里边 汉服最早说都是特别 特别大的这种袖子 什么东西 然后喝酒啊什么就是会 啊 适合挡着这种 对对对 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领子 是我们这个旗袍的领子 也是很好做了一个混搭 好看啊 那件真的好看 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 就是婉莹那身衣服 好像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不是说见过这衣服啊 总觉得是在另外一个 著名的舞蹈家身上穿过 哎 我也有这个感觉 我穿上之后就觉得 情不自禁地就想竖一个 为什么呢 对 是的 杨老师有穿过就是纯红色的 您说杨老师是杨丽萍老师吗 是的 杨丽萍老师 看到这些富有云南标志的 仙鹤等图案 不禁让人猜测 嘉宾哥哥和杨丽萍 到底是什么关系 难道这些服装 都是杨丽萍服装的 同款设计吗 最早的时候 其实跟朋友老师设计服饰 然后包括这个身边的很多明星朋友啊什么的 然后后期也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 就这样子就给杨老师做了几身衣服 听说最近她经常穿您设计的衣服 是的 听说还有照片为证 是的 来 我们来看看大部分 好 看一看 这是八月份的时候 然后给杨老师设计的一个短袖 然后有两粒盘扣 这料子非常的舒服 纯棉的 如果说你参加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 只需要搭一些饰品 比如说这个腰带 这即是一个腰带 然后又是一个腰包 它可以往里放手机 这个上衣的几何图案特别漂亮 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杨丽萍老师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 好像也是穿了一套这个红色的 是的 是的 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其他的 我就发现刚才对了 这事我记得这事 我也记得 这是杨老师在这个花园的时候 我记得这个造型 这个也是 就是有点像这个中山庄的意思 云南印象 云南印象 对 而且孙老师选颜色都特别特别敢选 这个颜色特别 其实可不是一般人能够hold得住的 是 其实这个是很正的这种蓝色 是的 漂亮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孔雀 杨老师是孔雀公主嘛 哇 这个也是 孔雀 大孔雀了 孔雀 孔雀羽毛 嗯 哇 这跟刚才那个蓝又完全不一样 前面是有一点这个老袖片 然后后边是有很多的这个扣子 就是既时尚 然后又不缺发明 哇 这个是黑色的真丝的这个旗袍 然后前面加了一些这个手绣 这就是赵克尔穿的小黑 这种就很生活了 差不多 对 相对生活中就穿 但是也很强眼 也非常强眼 原来 今天的嘉宾格格 竟然是中国著名舞蹈艺术家 素有孔雀公主之称的 杨丽萍的服装设计师 浏览了十余张照片 让我们对格格的设计理念 有了初步了解 然而 今天要展示的远不止这些静态图片 现场马上将呈现一场 时尚与民族元素碰撞的时装大秀 您准备好了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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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员工都穿这样的衣服 很舒服 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我们的功夫了 是一个帽衫 就是把袖子上面绣了一些刺绣 然后有一只鸟 然后这个帽子上面 然后有一只鸟 然后有一只鸟 这个是要当裤 然后上面是老袖的这个小龙 然后这个是男女都OK都可以穿的 很酷 特别酷 上面这是一个腰带 穿上去之后非常民族 他这个穿的是 后边也是一个大鲤鱼做的刺绣 然后根据他的生成八字 然后喜好的什么颜色 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设计 那这边二层呢 主要我们衣服的展示区域啊 包包啊 然后鞋呀 然后这边统一全都是马甲 也是平时我们经常自己在这里DIY可以设计一些作品的地方 就是 就是有点像 像货物展柜一样 都堆在这里 就是千鹤系列 那这些呢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不同风格的衣服 有这个 有这个 我们汉族文化 也有一些是 这个蒙族的一些款式 最主要还是 代表着我们很云南民族的文化 然后这是龙袍系列 都比较夸张 然后这边是鞋子啊 然后和这个上衣 这些都是老袖的 这是包包 真好啊 我们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美女 可以让她一起来 来 亲爱的 过来给她搭一身衣服 大概大龙袍 哎呀我的天 好鲜艳 这个 这个有点 这个有点像女黄这个 然后 别的颜色吧 我看看啊 蓝色 这小龙 这小龙也可以 女肤色比较白 这个可以 但我觉得底下裙子 可能不太 不太好搭 给你搭一顶 这是我们 我们女神 女神穿的 在厚花园 这个仙气飘飘 嗯 很漂亮啊 太漂亮了 太鲜了 但是 缺顶帽子 我给你 选顶帽子 嗯 嗯 蓝色 要么搭 红颜色 他俩撞衫 啊 啊 啊 还挺适合戴瓜皮帽子 但是我觉得蓝色 可能会更好看 这个蓝色 好 好 太漂亮了 但最好把头发 都扎起来 会更干亮 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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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当时一元钱上面的 那个主人公 那个耳朵上的那个 饰品 我把它用银饰 打成了那样的一个 形状 我叫它 一元钱相恋 这个是 耳朵水滴 招财 嗯 哎呀 太美了 特别漂亮 走吧 上我们的摄影棚 让我们的专业的摄影师 给你好好的拍几张照片 留几张留念 格格让我们领略了一位 服装设计师的优秀 不仅体现于其他作品出现时 所引来的感慨称赞 更体现在 他可以将一个素人 瞬间打造的 犹如明星般闪耀 更多细节展示和设计理念 让我们回到现场 能听格格 威威到来 富有云南风情的时装大秀即将开始 各位屏住呼吸 拭目以待 现场频频说起的孔雀公主杨丽萍 到底和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关系 这是八月份的时候 然后给杨老师设计的一个短袖 然后有两粒盘扣 这料子非常的舒服纯棉的 如果说你参加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 只需要搭一些饰品 比如说这个腰带 这既是一个腰带 然后又是一个腰包 挑战大便活人 这位嘉宾莫菲是位魔术师 女生穿的 很漂亮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 太美了 多重身份职业成迷 她究竟是谁 她究竟还遭遇过什么 就是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团队 骗局团队我认为 她拿着大概是有将近六十公分的 这样的一个很专业的图纸 这么高的一个图纸 然后来跟你去谈这种商业合作 后来就是需要去验证你有没有实力 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她需要有一个这个保证金 所以呢那在这中间的时候 就给了她三百万 三百万的保证金 三百万的保证金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本期节目 百变设计师孙格格 这是干嘛 手机壳啊这是 这是手机壳 这个呢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钱币 是一枚一枚钱币贴上去的 贴上去的 然后钱币外边这个是 这是我去西藏的时候去 就是在他们当地的那个小 这个小摊上 就是买的那种小饰品 这个外边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 红的 我其实是我收藏了一个很多年的一个 这个大的挂在墙上的一个脏器 然后呢这个有一次她不小心掉到地上 后来就把那个小的给她拿下来之后 做了一个手机壳 这个呢是鸟笼 这个贵器啊鸟笼 这个是鸟笼 这是就是在这个市面上很经常 普通能见到的那个鸟笼子 然后我只是把这个鸟笼子 把这个龙的这个老袖给她包起来 然后这上面就有全部我喜欢的饰品在上面 好漂亮啊 它是在一个普通的鸟笼的基础上 外边加了很多的装饰 没错 变成了这样 是的 现场早已按捺不住的观察员们 在近距离欣赏了这些风格独特的饰品之后 格格将再次为观察员 进行不同凡响的完美变装 那在设计师的打造下 他们的造型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来 先搭个耳杖 这是青金石的耳杖 戴上这些就感觉身上更重 你一下就跪气了 我要站这看 这羽毛 天哪 这个是羽毛 我头一次有冲动问 婉姨说有男朋友了吗 头一次有这种冲动 是吧 特仙感觉画上这些 也太好看了 马上这个仙鹤就活了 手太大 好看 这个都是纯银的 然后上面是老秀 没了 好看 我要是这个搭出来的话 都会比他们光鲜亮 可不怎么呢 为啥呢 因为可塑性太强了 好看 原来你就是金锁啊 锁链子 怎么样 把你给锁住了 寓意着长命百岁 哥哥把这些好玩意全给你们了 你看 哎呦 怎么样 哦 好看 可以吗 观察员们或华丽或质朴的穿着 都难不倒哥哥为他们即兴搭配视频 接下来 模特将身着简约的服饰登场 哥哥是否也能进行匠心独运的完美搭配呢 好看 Go好看 好 三位模特 穿着比较简约的服装登场了 格格给他们做一个简单的搭配 看看搭配之后的效果是怎样 OK 好的 一个大个蓝色的手袖 还要配一个东西是吧 因为它这个颜色已经是非常的鲜艳了 所以说就会需要稍微素一点 原色 原生态一点 然后这个包包呢是属于这个是草边的 上面全部都是用这个 银子 银就是藏银的那种饰品 全部一点点的给它缝上去 这个 既原生态又很贵气 没错 这个就会马上不一样 对 马上就不一样 我看那个姑娘整个的神情都不一样了 气质都不同了 我们再看第二位怎么搭 OK 第二位呢 因为也是一样 她需要一个黑色的手袖 对 没错 因为穿了黑色的衣服 就我会比较 这个手袖还真的是百搭 是的 我比较习惯 然后拿手袖去搭任何衣服 以后有一天满大街冬天的时候 姑娘们全都是一人一手袖 变成一种时尚流行 真的又保暖又漂亮 是吧 对 而且手是女孩的第二张脸嘛 是的 她保护手背上娇嫩的皮肤 然后这个拿个鸟帮包 这样一下就出来了感觉 美的 大一老师盯了半天了这鸟笼 对 鸟遛鸟 因为这个是属于 红色的那个鸟笼嘛 跟这个黑色的 它也是比较相搭的 而且金属的比较亮 这是第二位 第三位 对 第三位 红衣服怎么搭 这就是刚才咱们 这个就是需要一个腰带 既是腰带又是兜 对 没错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腰带呢 就只是一个腰带 对 就是某种状态下 它不是特别的实用 对 这个呢还可以里边放一些 女士的什么化妆品呢 哇 见证奇迹的时刻 能把它逗乐吗 这个呢就是它是比较 颜色比较艳丽一点 然后就比较激情 所以我就会给它搭了 同样色系的这个帽子 对于服饰来讲 我是不懂啊 就服装之外 这个饰品其实非常重要 是不是 就是人靠衣服马靠鞍 衣服它可能是一个 外在的一个装饰 但是也能凸显出 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种 一种文化 一种内容 设计师格格画龙点睛的搭配 和琳琅满目的设计作品 让大家应届不暇 今天这一次机会 你们享受跟杨丽萍老师 同样的待遇 哇 用职业的服装设计师 给你们设计衣服 我看台上好像都是女士的了 可能就不得了 都适合你 对 都适合我 我都可以试一试 那个黑色的龙袍适合你的 我觉得对 这个就适合 挺像一个小圆外的感觉 然而 今天格格带给我们的惊喜 可不仅是这一场视觉盛宴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 格格的多重身份 格格不仅是位多才的设计师 更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首先呢是有一家设计公司 就是这个室内设计的 这个设计公司 室内设计的设计公司 室内设计师 这跟这个还有点沾边啊 对 是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养生馆 养生馆 对对对 养生馆的老板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餐饮 有一个火锅店 真的假的 有一个什么 火锅店 有一个火锅店 好 接着说 然后有一些地产 真的假的 好低调 你看人家说 是不是特别没想到 现在怎么可能会想得到的 是女强人啊 就从艺术家变成 女强人的人设 对 这个转化是有点大 我先问一下格格 那你最初是学什么的 我应该是高中都没有毕业 只是刚到北京的时候呢 是我姨姨就觉得你这么小 然后呢 现在就是应该要多学习 所以就请了这个思教老师 最后应该算是工商管理 所以其实你做生意 是你的本职工作 没错 反而做时装设计师 有点奇怪了 是的 怎么接触到了时装设计 而且不是说坐着玩玩 现在已经做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那首先是呢 我并不是这种专业设计学院去毕业的 我也没有去学过那么很专业的这些知识 我是开始2002年的时候 是有一个机缘巧合 我正好做了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我会非常的在乎 所以说有史以来穿上了我一件最贵的 我认为最贵的一件衣服 那个时候是2001年买的 一件580块钱的一个 泥子的一个喇叭裤 然后呢 在我请这个甲方去吃饭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 我这件我认为最贵重的一件衣服 把它给穿在身上 后来去玩的时候 就跟人服务员就撞伤了 后来呢我就开始 跟服务员撞伤了 就跟服务员去撞伤了 对 然后后来我就那一晚上我就没有吃好 我也没有怎么玩好 受打击了 对受打击了 很大的打击 我就觉得 不是我跟他撞伤了 我觉得我很难堪 是因为我觉得客户心里怎么去想我 就是所以就翻倒了吴伟萍 就决定从明天开始起 我不管说是衣服贵还是便宜 我一定要为我自己设计 不会跟任何一个人撞伤 原来成为优秀的服装设计师 竟是一次意外的机缘巧合 2002年他做出了第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 没有任何服装设计功底的他 完全凭借自己的执着与热爱 取得了今日的成就 而他的商人身份 仿佛并不能给他过多的时间从事副业 那他又是如何平衡商人与设计师之间关系的呢 会有云南风情的时装大秀即将开始 各位屏住呼吸 拭目以待 现场频频说起的孔雀公主杨丽萍 到底和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关系 这是八月份的时候 然后给杨老师设计了一个短袖 然后有两粒盘扣 这料子非常的舒服纯棉的 如果说你参加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 只需要搭一些饰品 比如说这个腰带 这既是一个腰带 然后又是一个腰包 挑战大便活人 这位嘉宾莫菲是位魔术师 女生穿的 很漂亮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 哎呀 太美了 多重身份 职业成迷 她究竟是谁 她究竟还遭遇过什么 就是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团队 骗局团队我认为 她拿着大概是有将近六十公分的 这样的一个很专业的图纸 这么高的一个图纸 然后来跟你去谈这种商业合作 后来就是需要去验证 你有没有实力去做这件事 她说她需要有一个这个保证金 所以呢那在这中间的时候 就给了她三百万 三百万的保证金 三百万的保证金 敬请收看了不起的你本期节目 百变设计师孙格格 我觉得艺术其实它是无边界的 然后它也是一种精神的需求 其实我认为这个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 在生活当中你会是有很多的这种阅历 然后在艺术上面我只是用它体现了出来 比如说在做生意当中 我只是在特殊的一个时间点内 会去做一些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这个火锅店 比如说我们不想这大晚上吃饭 吃到十二点钟或者一点钟的时候 然后服务员告诉你打烊了 那就OK 那可不可以一晚上不打烊 那就自己开一个吧 只有自己开一个 然后跟朋友在一起 所以就可以聊到很晚 在格格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随性而乐观的态度 似乎正是这种态度的推动 使他的梦想和努力都得到了回报 但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在格格坚强乐观的背后 也曾遭遇过巨大的磨难与挫折 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 那我可能就是面临到一次比较大的骗局 我不是有这个设计公司嘛 然后也经常都会去做项目 所以这一次呢 就是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团队 骗局团队我认为 他拿着大概是有将近60公分的 这样的一个很专业的图纸 这么高的一个图纸 然后来给你去谈这种商业合作 慈善的这种遥老院 这是我一直的梦想 我加入 中间的时候就是 我觉得他利用了我的善心 可能是在骗我 他当时是做的这种零件房 后来就是需要去验证 你有没有实力去做这件事 他就是说他需要有一个这个保证金 所以呢 那在这中间的时候就给了他300万 300万的保证金 300万的保证金 最后就是过了一个月之后嘛 这个项目就 就是一片平地 就看不见了 这些零件房子 这那片房子都没了 对 因为他本身零件房 就是在地上建了一些 临时搭了一些房子 临时搭了一些房子 然后呢 在这一个月之内 我就要回来去筹备 我所有可以做项目的这些人 然后因为这不是一个小项目 所以那个时候就傻了 觉得怎么可能 不太可能 好像自己走错路了 然后我就在那地方待了两天 善心被利用 人去楼空的骗局给格格 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在煎熬的迷茫期 格格并未悲观消极地否认一切 而是总结教训 有了重新站起的力量 因为我是一个主意 就是非常自己 什么事情都需要自己拿主意的 从来不跟任何一个人去商量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呢 我也是从中 就吸取了很大的这种教训 就觉得起起伏伏这么多次 我到底是想要什么 我是为了什么 一个女孩子 我可以很安静地 在家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就是人要有梦想 但是不要过于贪大 就是贪和贫就差一点 如今格格除了在服装设计方面 取得肯定外 还成功地涉足了更多领域 多重身份的生活 让格格经常忙到半夜 但他依然乐此不疲 更难能可贵的是 曾经深陷骗局的他 依旧拥有一颗公益善心 在17年的3月份 我去参加云南的公益活动 我会有很多摄影师孩子 让他们去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然后就把他给拍卖掉 拍卖的钱呢 就拍卖了之后我们就去建学校 可能会18年我会自己亲自去到山区里边 去参与建设也好 去跟他们一起真正生活在一起 就是说今年这个学校就会建成 对 没错 是的 建在哪里 建在云南的一个小山区 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大山区 你需要支教的话 我们愿意去给你当老师 我们肯定愿意去的 服饰的雍容华贵 设计的异想天开 只是格格的标志之一 让人暖暖的笑容 坚毅勇敢的生活状态 才是格格带给我们的深深烙印 我觉得从两点总结格格 从第一点先从他 整个人生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就是简单 特别简单 原来我曾经问过一个 很成功的一个商人 问他 我说你是如何 做到今天这么成功的 他说只有一点 像孩子一样 像孩子一样简单 最近有些朋友跟我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 就是发我们的这些善心 要不要去把这些善良 去投入到我们的指尖来 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当时想了一想 我跟他是这么讲的 我说你的每一次善举 必然会化作另外一种力量 在善良人的手中传递 很有可能它会变成你 以后黑暗中的火柴 在迷航中的灯塔 会在寒冷中的一杯热茶 这是一种能量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正能量 我觉得格格简单的正能量 了不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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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格格给我的感觉就是 善良温暖 我跟大家讲一下 昨天晚上我们的初见的一幕 因为我们在节目之前 都是要试穿格格带来的一些衣服嘛 像我们身上这些 然后我就 我见格格第一眼是他的一个回眸 就是他在房间里面 在摆动衣服 我们进到房间里 他就是满脸的笑意 我特别喜欢爱笑的女孩子 因为我也是一个 我就很期待今天的访谈 其实说实在的 然后今天聊到现在 我也没想到 是一个女强人的人设这一点 然后再加上还有这个善心公义的举动 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好完美啊 这才是我们生命中应该了解的女神的定义 我昨天在没试穿这件衣服的时候 因为昨天我没试 我一看这个尺寸应该我能穿上 所以就没试 然后我一看很普通 就是单色黑的 又不是亮色 但是今天我一穿上以后 哎呀我自己都觉得有背景音乐了 主要是您气质好 对对对 而且还有一个 一般好 俗话说得好吗 人配衣服马配鞍 狗配铃铛跑得好 嗨我说着了 西湖景配洋片 西湖景配洋片 我认为呢就是 会搭配的人就是最美的人 谢谢 总结得好 以前我就经常跟朋友讲 我说小的时候幸福 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 等我们长大了之后 简单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是的 所以说我现在就尽可量地 让自己活得很简单 也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位朋友 都简单 都很开心 很快乐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访谈的最后 要送给电影机前观众的一份祝福 谢谢格格 谢谢我们的观察团的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电影机前每一位观众 云南卫视了不起的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别忘了让他们把衣服看住他们 别让他们跑了 好贵的 穿一下就早了 小时候 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 长大后 简单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人们与生俱来的纯粹 是岁月无法抹去的天赋 只希望每个人都不要忘记 单纯的美好